样子来时新设,梨花落后清明,又是一年清明志,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军女文化大事业为您带来特别策划,又是一年清明记,邀请来自武警政治部,中国武警杂志编审王九熙,解放军报社政工部副主任丁海明,深度解读军人与牺牲, 入望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美大印象,纪念是为了更好的出发,马上进入今天的军旅文化大事业 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特别策划了一期,又是一年清明记,我们来聊一聊,清明,作为军人,我们该怀念谁呢? 那么今天特别请来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武警政治部,中国武警编审王九熙老师,另外一位,世界王军报社政工部副主任丁海明老师,掌声欢迎。 您好,王老师,您好,丁老师,您好。 王九熙,诗人,作家,武警总部政治部,中国武警杂志编审,著有诗集,黄雪,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散文集,绝世之鼎,报告文学,东方红霄,大西北军旅风情实录等, 作品先后获得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中宣部,广电部,中央电视台,及总政办法的特等奖,一等奖。 丁海明,解放军报政工部副主任,新闻从业二十年来,紧随全军重要军事行动,重大演习任务步伐,战斗在军事新闻采边一线,足迹遍布全军各军兵种主战部队, 曾担任五年军委常备记者,新闻理念和作品在军事新闻界有较大影响,曾获中国新闻奖,人大好新闻奖,五四新闻奖等,著作,打开红色记忆,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 那说到了祭奠呢,我们都会想到的是墓碑,想到墓志明,想到的是缅怀先烈,那么说到这儿,我相信每个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助力着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身正面,均可毛泽东提词,人民英雄,永垂不醒,八个流金打字,背面是毛泽东起草,周恩来提写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醒,由此上述到1840年。 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醒。 我相信两位老师心中呢,对墓碑,墓志明,甚至是纪念碑等等等等,都有自己最深刻的印象。 我看过很多墓碑,也去过很多烈士林园,包括国外的,在莫斯科的那个卫国战争纪念碑。 但是真正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南京渡江胜利纪念碑,那个红番纪念碑。 一个巨大的红,就是雕像,做的非常灰红,上百米高,就是按船的帆,船帆形是做的,是红色的。 它既是烈士鲜血染红的,也是革命的象征,还是渡江胜利,胜利的象征。 很远的时候,因为当时,去年12月13号,我参加公祭的时候,我就住在这个渡江纪念碑的对面。 推开窗户就看见这个红番,晚上灯光一打,江水边上,诗情画意,特别漂亮。 而且那个红色在灯光里头,真的像深夜中的火炬一样,给我很深的那种震撼。 人们都在这散步,红色又吉祥,它是一个很阳,很阳气的东西。 我说阳,是阳光的阳,它不是阴气重,它是阳气很上,它对后代是有鼓舞的。 这是我印象很深的,很多烈士纪念碑,在这个烈士领域,我看,都没有这个做的好。 所以这个红番纪念碑像一盘火一样的在您胸中燃烧着。 对。 这是王老师,丁老师呢? 王老师讲了一个很高大上的纪念碑。 我是边防军人出身。 在我当排长的那个三千多米的厨所上,在我的营房后面, 我们的营房还是个非常落后的陈旧的营房,那应该是二十多年前了。 我们后面就有一座坟,那座坟呢,没有什么碑。 我们用几块土砖头把它垒来那儿的,那是我们很多年前牺牲的一个战士。 如果他活到今天,应该有六十多岁了。 我们那个少恰,一年大学封山六个月,这个战士牺牲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呢? 他牺牲在蓝尾炎,就是一个,今天看蓝尾炎是不可能死的。 很小的一个手术,应该讲。 但当年就是这样一个蓝尾炎,夺走了这个年轻的生命。 要说这个坟,对我来说,是我心中,如果像王老师说的是藩的话,它是我心中永远的藩。 我当了二十多年病,可是我心里,出柜的那个坟,一直装在我心里,跟着我一起成长。 当我老了,这个坟,我相信还是那样年轻。 这个战士牺牲的时候只有十九岁。 您心中的那个坟,它伴随着您整个在当边防兵的这个历史当中,每天都会看到吗? 我们那时候是这样,我当时是一个牌长,如果有什么心里的事,年轻,在边防那么艰苦寂寞,当时我们那个少恶连店都没有。 我们要走到山外,从我们的营部走到这个,我们这个少恶,要两天一夜,要中间翻越一座雪山。 是走路的,是只有一条人马一到,不通公路。 那么,说非常通俗一点,想不通的时候,战士们想家的时候,当你觉得战士们,你很难跟他做思想工作的时候,或者你自己心里都有不崇高的时候,到秋贵的坟上坐一会儿,抽两根烟,一切都解决了。 所以说,不管是王老师所说的,像洪帆这样的大的一个纪念碑,还是在丁老师您身边的那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坟头,我觉得能够让我们想起什么,让我们能够缅怀起什么,这就是一个纪念碑,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那刚才两位老师讲的,不管说是一个大的纪念碑,还说身边的一个小坟头,因为确实,牺牲对于军人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两位老师都是军中资深的媒体人,那么也采访过很多战争中新生经历的人,可能对我们八年后来讲,跟这些我们这些英雄的先辈可能有一些距离。 所以我们特别想知道,在他们心中,牺牲这两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是怎么看待牺牲的? 牺牲这个词,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其实牺牲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 就是说,我的父亲,他参加过战争,在扶煤战役的时候,他跟我讲,就是说,那个往前冲的过程当中,他是躲在那个马车后头,那个沙袋后头了。 看着那身边的人没来得及进来的时候,就躲进来的,没来得及,子弹一来就啪,就射到了。 打扫战场的时候,就是两个人拉着,几十个尸体落在一起,挖一个坑一块放进去。 什么是牺牲? 这就是牺牲。 牺牲是什么? 牺牲就是,子弹打了,打中了,你倒下了,再也起不来了,埋到地里,你再也见不到了,这就是牺牲。 对于上一辈人来说,身边的好朋友,海明,昨天咱们还在一起抽烟,明天去打仗,完了,没了。 一瞬间的事情,完了,就永远见不上了。 所以说,牺牲,真的,我们今天的人,因为和平年代,真是天长地久,天天在一起,甚至还吵架。 可是对于上一段时间,他们就觉得,回忆起战友的时候,对于说,包括海明刚讲的19岁的战士,他永远定格在那个年龄,所以牺牲真的是一个很沉痛很沉痛的词。 可能牺牲,战友的牺牲,对于这个人来讲,是一辈子鸣刻的,哪怕是那一个瞬间,都是久久无法去忘怀的一个事情,甚至说不愿再提起的事情。 对,丁老师呢? 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当了这么多年记者,确实采访过很多,见过牺牲的人,亲历过这个牺牲的人。 我记得我在古浪语,一个老干嘛,老三爷的,打小岛的时候,还不是打金门这样大的,一个团,他当时是一个作战参谋,一个团从海边上过来,沿沙过去,但是之前的情报不准。 那前面是一片沼泽,敌人正在对岸高兴,人就像活靶子戳在沼泽里,几乎是几分钟的时间,一片沼泽变成了一片血海。 这位老首长是不到十个人的幸存者之一。 古浪语现在有多好,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旅游胜利,甚至很多,很多人很嚮往的。 我们多少人想去一读古浪语的风采,听听古浪语那首歌。 但这位老人啊,从那之后,再也不去那片海滩。 我问他,你真的再也没去过? 他说,再也没去过。 后来我问老人,我说将来你永远不去吗? 他说,等我死了。 我跟孩子说好了,把我的骨灰就撒在那片海滩上。 我想,这就是一个真正见识过牺牲的人。 牺牲没有那么简单,牺牲没有那么复杂。 牺牲不简单也不复杂。 但是对这样的一个个体而言,你想想,在他心里,心是什么? 一片生命地离开。 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帕斯加尔纳克那句话, 说,为了信仰的牺牲,就获得了永生。 我想,这位老人其实在那一刻,已经跟他的战友一起走了。 在他心中,他只不过在活着自己的躯壳。 我想,这个老人,对牺牲的解读,对我这代军人,是永远的解读。 是永远我的营养,和我灵魂里的骨血。 所以说,可能在很多的年轻人的心中,牺牲跟死亡的自灭的含义是一样的。 他们无法理解这个当中,到底蕴藏着一个什么样的含义。 其实,何为牺牲,从两位老师讲的我,我自己的感受是, 它是一种对信仰的一种崇高的一种理解。 它是一种对生命一种完美的诠释。 所以说,谈到了军人和牺牲,所以我们一定要说到祭典和缅怀。 那么,说到这两个词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王九星老师。 我们都知道,王老师是我们中国武警杂志的编审,还是著名的诗人。 相信您的这个大名的很多人都知道,您的一部大作应该比您的名字更加响亮,那就是史诗般的一部作品,狂血。 那么,下面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在位于南京江东的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后墙上,有一块长39米,宽1.2米,名为狂血。 为被日寇屠杀的三十万南京军民招魂的同志诗碑,被镶嵌在墨色大力室内。 诗歌狂血,荣活首届鲁迅文学奖,是中国著名军旅诗人王九星的立作。 这首二十三段的长诗,不仅记录下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记录下了战时生活的艰辛, 记录下了对家对国的忠诚,更记录下了对和平的向往。 王九星,用一个诗人的良知和感悟,用一个普通公民的责任和道义,用一个华夏赤字的真挚和热血,书写出具有宏大历史观的狂血。 我和我的民族,面帝而坐,我们做得忘记了时间, 在历史中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里,以及自此以后的六个星期中, 我们体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体验了被杀的种种疼痛,那种奇耻大乳, 在我辽阔的大地一样的心灵中,如狂血缤纷,探路着我无尽的思绪。 这是一个世人身后凝重的西语,却如终生一样,久久回荡在华夏辽阔的苍群, 回荡在南京寂静的上空。 那么在今天呢,狂血呢,已经不仅仅是一部诗作了, 那么更是一部战争与和平,战争与人性的血淋淋的教科书。 我们也知道王老师是三十七年的老兵了, 您的作品也是获奖无数, 我们特想知道,您丰富的军律的经历是什么,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我的经历背负着整个二十世纪的史诗般的背景。 假如说狂血是怎么写出来的, 那么我很早就开始关注二十世纪之初的辛亥革命, 第一次国内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被罚, 八年抗战,解放战争,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中印战争抗美援朝。 我作为我父亲的儿子, 我从他身上衔接了一种历史。 我生在西安,是摸着古城墙,捡着汉剑簇醋长大了。 我天生有一种历史的亲近感。 那么当我接触到南京大屠杀,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心痛。 这种痛,它不是好像是针扎一样的, 不是,就是无时无刻就是在心里头有一块病一样的东西。 只是找到了一个写作契机,把它写了出来。 我相信就是当年没有写出来, 今天我也会写出来。 它是一个人生的, 就是你的这种背景, 决定了你一定会这样写。 所以说《狂学》是这么一个作品。 我们的经历, 我觉得一个人的经历, 跟一个时代的经历, 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狂学》自我写出之后, 它就不是我的了。 谁读是谁的, 它属于读者。 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认为我是个什么著名诗人。 我觉得著名的《狂学》可以, 因为《狂学》是大家的, 不是我的。 所以说, 你说到个人的经历的丰富, 是很渺小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中国二十世纪和世界二十世纪, 都是波澜壮阔的, 都是热血灌顶的, 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 无法想象的那样的历史。 光两次世界大战, 我们稍微想一想, 就可以想到, 环球同此凉热。 真是, 所以我就觉得一个诗人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我的才华太有限了。 其实我还想写很多史诗, 我真的觉得我才华不够, 愧对了这个时代。 当然我还会努力。 王老师非常的谦虚。 刚才您这段话, 有一个词我特别特别的有受触动, 就是您说到南京大屠杀的时候, 是我们心中的一块病一样的东西。 当时我觉得浑身一紧, 我拜得过您这篇大作, 确实我觉得每一个字, 每一种情感都在触动着我。 您身边的丁海明老师, 其实我们在说到狂血这两个字的时候, 就频频的在点头。 看来您真的对这部作品的印象, 还有感情是很深的。 我认识九星老师非常早, 我们算是很老的战友了, 但他是我的兄长一辈。 另外我拜读他这部作品也很早, 那还是在我们当文学青年的时候。 你们说了很多关于狂血的话, 我对狂血有这样的感受。 狂血是什么? 狂血就是当我们快要遗忘苦难的时候, 快要遗忘仇恨的时候, 它是我们的警示中。 狂血是什么? 狂血就是当我们要划入最太平的深渊的时候, 它是我们的刻骨铭心的忏悔录和目准。 如果大家没有狂血这样的里面的情感, 如果这个情感稍微虚淡一分, 我相信就会有人再强加给我们以新的苦难。 这是狂血对这个民族的意义。 刚才丁老师所讲的话当中有一个词, 就是我们绝不能忘记。 其实作为一个军人, 我们绝不能忘记, 也绝不能放弃对责任的一种追求。 那么其实说到了刚才的这么多的话题, 这么多的事情, 我们都不能规避的一个词就是战争, 战场。 那两位老师觉得, 战场是如何把一个普通的青年变成一个合格的革命军人呢? 就我这一代军人而已, 我经历过的最接近战争状态, 我们都永远难忘的汶川大帝座。 5月2的时候。 5月2。 你看这一晃过去七年了。 我是第一个到达镇中应秀的军事基础。 我见过太多的碎骨, 见过太多的尸体, 见过太多为了奔赴这个抗战一线, 为了真正到那个废墟面前去伸出援助之手, 那些士兵们。 我们曾经在很多作品里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昨天还是一个在家里跟父母撒娇的孩子, 一个中学生, 一个在大学校园里正憧憬着七彩浪漫的学生, 穿上军装, 立马就变得不一样。 在那一刻, 他救的, 他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另外一个生命的可能的那个人, 跟他年龄相仿。 他并不是他的父亲。 这就是我们的战士。 我512大帝任的时候是08年, 那个时候我已经当了18年兵了。 18年兵我一直在思索, 军人的最高品格是什么? 我一直没想明白。 虽然我是个边防军人出身, 但我一直没有用最简洁的语言把它总结出来。 但就在汶川那一刻, 就在映秀那一刻, 就在一个普通的士兵, 瞬间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别人的生命的时候。 我明白了。 我可能说的, 我自己的理解不是那么高大上, 不是那么准确, 但那是我心中的军人的品格。 八个字, 勇于担当, 值得托付。 担当不用说。 你是军人, 国家, 党, 民族, 把我们的圣子存亡托付于你。 你不担当, 谁担当? 值得托付, 那就要看你, 是不是战友的那双手, 最后留给你的温暖, 告诉你, 留给你最后的遗物的时候, 你能不能用一生去寻找他的亲人? 这就是托付。 勇于担当, 值得托付。 八个字, 我认为, 在今天这个年代, 把一个孩子, 把一个普通的青年, 融化成了, 有灵魂, 有血性, 有牺牲的人。 习主席召唬我们, 有灵魂, 有本事, 有血性, 有品德, 这一切都在其中。 如果一个人有灵魂, 有本事, 有血性, 有品德, 那么他就不会惧怕牺牲, 所以丁老师讲这段话, 我刚才想到了王老师您狂嘴中的两句话, 说只要邪恶和贪婪存在一天, 我们就不能放弃追求责任, 我相信这也就是丁老师讲的担当, 也就是您这段话里所强调的责任, 其实对于每个, 不就像我们这样的, 没有经历过任何战争, 没有上过战场的年轻人来讲, 责任和担当是更加重要的, 是吧? 担当它不是一个性, 也不是一个词, 海明刚才讲得非常生动, 担当是什么? 最早担当是取缘于云南赶苍山上, 是一个和尚的名字, 担当这个词是和尚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担当, 他终生在那个赶苍山上礼佛, 为周边的老百姓普度众生, 所以就是担当这个词, 这词根在哪里? 是在这里头, 那么由此可以见得, 他必须要有人, 比如这个和尚, 然后他必须要有行动, 天天为老百姓在礼佛, 在普度苦难, 那么今天我们在说的担当, 具体到每一个人他一定是行为, 你说你担当你没有行为, 不行, 你一定要有行为, 去挑起一份责任, 去承担一件事情, 那才行, 你不承担一件事情, 你说你有担当, 那不叫担当, 总书记家要有血性, 血性在哪体现, 你冲上去了才有血性, 你没冲上去, 说有灵魂, 是灵魂指挥着血性, 对吧, 有作为, 那么他这新的私有军人, 我这也讲的, 有理想说的非常好, 那么我觉得就是担当, 就应该灌入着这样一种精神, 在那边, 刚才通过梁文老师的谈话呢, 突然我想到一个人, 就是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的著名编剧蓝小龙, 他有很多经典的作品, 比如说《士兵突击》啊, 《我的团长, 我的团》等等等等, 他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他创作《我的团长, 我的团》, 他说他不是写给牺牲的人的, 而是写给活着的人看的, 其实我知道丁老师有一部散文诗, 我在中国军网上看到的, 叫做《福地养天记英雄》, 你也说过, 你写这个散文诗, 也是写给活着的人看的, 那你想给读者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呢? 荒草机器没有路径, 冷雨蒙蒙, 没有尽头, 这是山野空灵, 我独自踏破寂静, 这是我的清明路径, 我的清明天地, 寻找谁, 我心中的英雄, 我血脉的源头, 我军装蓝绿的前辈, 寻找谁, 一座粉, 一块碑, 一个名字, 不,不,不, 这山不是墓园, 这林不是林地, 我今天来, 只为寻找, 为信仰而生的灵魂, 和, 为信仰而死的生命, 我来找一声沉默的雷, 一旁遥远的火, 一个永远不能失落, 和, 这个作品, 没想到你关注到它, 是这样, 当时发生了个很著名的, 很有名的一个事件, 就是洛阳毁灵, 有人竟然为了开发房地产, 把自己, 埋着自己爷爷这个烈士的, 灵源都给毁掉了, 当然那是一个在, 我们飞速的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的一个悲剧, 可能哪个国家, 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的时候, 在碰到这样的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的时候, 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怪事发生, 但我总在想, 我们是军人, 尤其是像我们这样, 我和九星老师, 我们都是部队的, 又在意识形态斗争一线, 价值观斗争一线工作的人, 我们更有责任提醒大家, 这么几个意思, 这个作品里面, 九星老师, 我就想表达, 一, 每一天, 都是英雄纪律, 不一定清明, 每一地皆是殉国旧旨, 我们祖国广袤的土地上, 哪个地方没有牺牲过我们的前辈呢, 当年, 烈火熊熊, 战场边地, 哪个地方都牺牲过我们的烈士, 我们是以几千万人的代价, 才换取了共和国的诞生, 所以, 尤其是我们这些军人, 每一天, 都应该给自己的前辈, 鞠个宫, 敬个礼, 每天都有自己内心的复活, 和每天都有自己内心, 必须提醒自己的敬畏, 这是一个意思, 第二个呢, 我就想告诉大家, 金尼连老师讲过一句话, 叫英雄只参与耕耘, 不参与收获, 说得多么好, 我说那好, 既然英雄不参与收获, 我们不能参与遗忘, 如果我们这代人, 把他们忘了, 你放心, 我们就会成为被拯救的一代, 我们一定再重新回到王国奴, 那个身份上去, 我说, 我们没当过王国奴, 不知道王国奴有多么苦, 不论是现实生活中的苦, 还是灵魂的这个苦难, 无法想象, 但是我们这样的人, 我们这些军人, 可以体会这个苦, 我想主要表达的是这两个意思, 历史是需要我们来阅读的, 但是我觉得对于历史的背后更多的事情, 是需要我们去眼眷沉思的, 我们更多要考虑历史的背后, 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就是刚才丁老师所讲的, 既然英雄们都不是收获的人, 那么我们更不要做一个忘记的人, 其实今天我们谈论的一个词非常多, 就是战争, 我想问问两位老师, 不可能说的不准确, 那两位老师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讲, 对战争是有一种渴望的呢? 作为军人, 我可以这样说, 包括此时此刻, 我都对战争有渴望, 只要战争发生, 只要军委一声令下, 我们随时都准备冲上去, 这就是一个中国军人是民众, 尤其是我这样的一个, 五十多岁了, 如果说国家这个词是一个屋子的话, 我就把这个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 都已经思索了上千遍了, 还需要考虑吗 只等一声音下 我看您说的时候 王老师眼都是放光的感觉 其实并不是说对战争的渴望 而是只要需要我就会出现 我就会冲上去 我觉得作为变方兵的 丁老师您更是这样的 我的老部队在云南边 大家都知道 临于我们最近的一场战争发生在哪 我无数次的 我也记不清多少次去过马里坡 我说我的银房后面有一个坟头 可是你要知道马里坡是万人种 我说走到那儿的时候 我的双七会自主地下跪 我是个不贵人的 我的双七应该还是比较坚强的人 你的右手就会自主地往茂园上走 你就觉得那是什么 那就是我的先辈 那就是我的一切 那就是我的兄长 那就是我灵魂的源头 放眼世界 放眼祖国的周边 天下并不太平 要是再深思一下民族复兴的大陆 未来的真诚 就更感到众人再见 所以如果一个军人 对战争有畏惧 你不要做军人 如果对战争没有渴望 我说你也不要做军人 当然了 我们的战争不是践踏和平 我们是捍卫和平的战争 没错 所以我说军人 应该是这个国家 鹰派里的左派 左派里的鹰派 不然要我们干什么 要我们这个长城干什么 长城应该是冷峻的 更应该内心充满 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我们有首歌写得很好 九星老师跟作者什么 你应该都很熟悉 是吧 士兵渴望在战场建立功训 这样的军人才是军人 没错 我们的战争是为了什么 其实就是为了和平 全有家居 用绿色环保的理念 将绿色产业链 带到了您的身边 国际领先的生产设备群 全新为您打造 绿色的产品和生活空间 绿色全有 温馨世界 今年是世界反法战争胜利70周年 也是中国人民抗认战争胜利70周年 不管是在战争年代 还是在和平年代 对于军人来说 牺牲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那么这两年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国家不仅设立了攻击日 而且对参战老兵 以及因公牺牲的这些军人 在抚恤政策上有很大的调整和提升 落实好这个抚恤政策 是对死去的烈士的安慰 如果他们有灵魂的话 也是对他灵魂的一种抚慰 那么同时也是对他的后人和他的老人的一种安抚 一种补偿 一个文明的国家 尤其应该把这个问题做好 从宏观上看 从党政策国务院到我们的军委 四总部 连续几年都有关于这方面的复兴的调整 对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牺牲和因公 这个负伤等等这些人员 都有不同的这个政策 而且你到微观上去看 过去那些 可能还存在一些 政策到位 行动不到位 或者政策不到位 行动就更不到位的地方 现在已经几乎是荡然无存了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选择什么样的人怀念 是这个国家的品格 是这个民族的品格 更是对我们后辈的传承 你敬仰谁 你就会跟着谁走 就这么简单 今天跟两位老师聊了很多关于军人 牺牲 祭奠和缅怀这样的话题 其实归根到底 我们军力文化的基石 就是英雄主义这四个字 那其实说到军人 我们马上可以想到的就是勇敢 无畏和牺牲 那军人呢 其实就是一个极具英雄主义色彩的职业 可是现在很多的人觉得说 一提到英雄主义 离自己就是非常非常的遥远 那是董存瑞啊 黄继光 邱绍云 那两位老师 你们是怎么理解 英雄主义这四个字的呢 英雄不是一个概念 刚才我就在讲这个事 就是英雄是一个行为 就跟担当不是一个词语一样 对 它是一个行为 它是一个你做不了我能做的行为 你不敢做我做了的行为 是一个超越普通人的一个行为 要么他怎么能成为英雄呢 而这个英雄呢 他的行为一定是一个不平庸的行为 是一个勇于牺牲的行为 是敢于奉献的 甚至是拿生命去践行的一个行为 我希望我们的指导员在给战士们讲的时候 一定不要光说这个概念 一定不是整天刚好英雄主义 我希望你们把英雄主义解读成多少个行为 不是爱国主义解读成多少个行为 让大家不是喊口号 而是有行动 这个很重要 副主义实践 是实践 丁老师您觉得英雄主义对您来讲 是什么样一个意义 英雄主义对于我们每个个体 都是个需要深刻思索的概念 我说今天 既然你刚才的问题问到 就是今天我们的年轻官兵怎么认识这个问题 那我说 英雄主义非常简单 可以把它解读为四个度 一 灵魂的高度 二 本事的深度 三 血性的温度 四 品德的锐度 为什么这样讲 我说 英雄主义是什么 当今天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 它本身已经就成为问题了 这是什么问题 我说 这就叫和平的代价 我们喜欢计算战争的代价 物质的 经济的 甚至生命的 我们会说 打掉了多少钢铁 牺牲了多少 死难了多少人 社会经济倒退多少年 战争赔款是多少 我们非常善于计算战争的代价 但是我们有时候没有想过 和平的代价 比如 英雄主义是什么 当它成为一个问题 丁丹老师讲过这么句话 说 那个年代 毛主席那一代人 那个年代 叫年纪轻轻干大事 年纪轻轻丢性命 那个年代 有谁会问 英雄主义是什么 不会 但今天我们就会问这个问题 我说这就是和平代价 和平代价 也许会让一个国家 忘记忧患 而陷入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的深渊 和平代价 就是有可能让一个民族 忘记苦难 而又被别人强加以性的苦难 和平代价 更深的 更可怕的 是让一支军队忘战 我说 你在 最太平里沉迷 敌人正在望远镜里窃息 敌人最愿看到我们 最太平 最愿看到我们 用和平代价 换取 他们的生命 所以我说 英雄主义今天是什么 今天应该是 我们每天出门 举头三尺 有神明的 那个东西 尤其是对我们 这一代军人而言 没有经历过战火的洗礼 若再不用 英雄主义这四个字 洗洗灵魂 洗洗心灵 那么我们还叫什么军人 那其实今天在我们 这期节目当中 我们谈了一个 看似比较沉重的话题 但是我觉得 其实最后这个问题 英雄主义 我们也听到两位老师 心中所理解的 英雄主义是什么 那今天呢 是 清明节 在这个日子当中呢 我们也不能忘记 无数的英雄先烈 抛头颅洒热血 为我们现代 我们中国的富强 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相信英雄的事迹 永远会铭记在史册当中 当然英雄的精神 我们也会永远 铭记在心中 那么在节目最后 我邀请两位老师 在今天这样一个 清明节的日子当中 向我们所有的英烈 献上我们最崇高的敬礼 好吗 两位老师 好了 也要再次感谢 各位观众收看 我们的军旅文化大事 也又是一年清明节 再次感谢两位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